帮狗狗上楼梯 二 不是 这狗还不死心啊 这楼梯就是飞上不可了呗 那也行 上次有小伙伴说 让我看腿就行 那么感谢大家出门画册 这次我就听你们的 来咱们走着 右 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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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跳 这怎么滚这么快啊 没搁这戏弄狗呢 是啊 再来 这次我早跳一会儿 哎 这不就过来了吗 好 继续往上爬 过去 等等 什么情况 我跳 啊 假的 不是 那不带你这么糊弄狗的吧 搞得我卖错了脚 你行不行呀 戏狗 一点小套路就把你糊弄住了 行 我必须行 这种套路我最熟悉了 咱们继续 假的是吧 那还不好说 无视他们 正常走不走 What the fuck 你这什么意思呀 这怎么又变成真的了 你这不耍赖皮吗 搞赖搞退的 这还能不能玩 我能玩呢 大家看啊 我已经发现了这个游戏的小套路 那个真的球会最后滚下来 所以咱们看到后这么一跳 哎 就这啊 兄弟 你一家水龙桃帮馆 又想舞蹈我是吧 没用 左脚 咱们该卖左脚了啊 过去 这是什么呀 兄弟 你一家水龙桃帮馆 哦 原来可这等着呢 可惜 就你这水位也淹不到狗狗呀 哎 你傻眼的吧 啊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从上面掉下来个尖刺 你这 鬼哥 这条告诉你吧 这次的上楼梯关卡 中途的前途时间不能太久 不然 就会被尖刺扎死 好家伙 这为了阻止狗狗上楼梯 他们也是煞费的苦心呀 行 不停就不停 我还就不信通不了关了 既然水淹不到狗狗 那咱们就大胆往前 走走走走 啊 什么意思啊 前方高能 怎么着 难不成还能从水里面蹦出个鲨鱼来 离谱 太离谱了 这游戏多少是有点毛病呀 你再说一遍 我不仅要说 我还要号召小伙伴们 也请在篇图区店要嘲讽你 怎么着 我就问你还有脾气不 我错了 好 收 咱们再来 这次看准时机 然后跳起来躲一下 漂亮啊 继续往上爬 用来搞这些舞蹈我了是不 都说了是没用的 你瞧瞧 还给我来个刮风打雷下雨 你以为这样能扰乱我的步伐 哼 痴心妄想 这什么意思啊 反转 那这 那这我该没哪个腿来着 看我造型谁 哇塞 他反转楼梯 好像跟狗狗的步伐没有关系啊 所以咱们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 继续走就行 你瞧瞧 又反转回来了 还想看我第二次呢 看 飞机 行 这飞机也是随迟弹道 看 第二架飞机哦 看 还是飞机 好家伙 这次直接给我来了三架飞机 但是没有 完全扰乱不捞我的节奏 就小儿科的东西 还想坑我 不可能 等一下这什么情况 不是 你还真没完没了了是吧 我这马上登顶了 你还让我踩坑 慧哥 你没发现 测完太太把你当小丑爽吗 月儿 你这什么意思啊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如果赞同月儿姐姐的话 就在评论区打出小丑狗 让回小丑好好看看 月儿 你 收收收 这最后的一哆嗦呢 不要管楼梯 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上来 就能吃到骨头顺利通关 哎小伙伴们 你们这嘲讽也嘲讽了 是不是该把赞都交出来了呀 快快快 赶紧动动小手 给视频来个点赞 那慧哥也不容易呀 对不对 好 咱们来看这一关 给狗狗搭桥 让他顺利吃到骨头 哦 那这还不简单 只要用提供的木头 往上面这么一搭 狗狗他不就能成功吃到骨头 就这 啊 啊 这 看上去确实挺复杂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关我们需要利用传送门 把狗狗送上去 但是 这该怎么搭呀 这样 那剩下的两个气球呢 放这 果然不对 西班肯定是放在这没错 然后两个横板 也肯定是放在上面的 只不过这还插了一个呀 难不成是把这给拆了 好 懂了 把这块移上去 然后两个气球放在中间 这样木板他就不毁它 狗狗也就能成功走过去 吃到骨头 嗨 就这 不难不难 不难不难